你们有没有被针对过 被针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编度对线向羽 他的技能范围很短 所以我们可以拉扯他 一技能批掉之后往回拉 他没有办法碰到我 等跑起来之后站往前顶 他二级学了推之后推我 然后你们看小猫咪 没有猫在 他根本消耗不了我多少血 被消耗那一波 他拿到献拳 我只能在塔下清兵 还好这一波学乖了 提前在这个位置看了视野 你们看这个小猫咪 看到了吗 又过来消耗我一波 因为这两波的消耗 向羽拿到献拳先到了四级 这一波还好我比我谨慎 用二技能越过向羽 然后再塔下清这个兵 如果一上来就用技能清兵 那估计这一波就黑平了 两分钟不到 小猫咪来上路消耗了我几波 但是我很理智 没有因为他针对我就去针对他 仔细看 马的眼睛亮了 小猫咪是野露的 所以他是向羽 被顶之后 二技能解控提速开大 走前面跑起来 他闪现之后 利用一束走到他闪现的前面去 接着把他往回顶 然后斜线往左下角的方向顶 顶到这个位置的效果 你们仔细看 他只能往前走 然后塔的伤害 第一滴血250块钱 小猫咪月塔收割鱼姬 然后看小猫咪的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截过去 不管他从哪个位置跑 我们都能截住 躲开项羽的视野 等项羽回去之后再往中路去 马的眼睛亮了 但是只要不是项羽 我都不去管他直接绕后 不用选择去开大桥 直接开大往前 然后等他技能结束之后 用一束走到前面往下顶 这一波的确是可以先退大桥的 但是一个大桥换我们的技能 绝对不划算 压制C位 这是我们关于要做的事情 绝对没有故意去针对这个小猫咪 我相信你们看这一波 当黄中传送过来之后 我直接掉头 直接去开黄中 走位拉开他队友的位置 然后用这个二技能越过去 把黄中往他队友方向外的地方顶 哪怕向一闪现过来 我的每一下顶都会顶在黄中的身上 所以我没有故意去针对一个人 只是因为他是C位 我要切C就这么简单 你们看这一波的小猫咪 我就没有直接上去开他 不是我不想开 只是因为没把握 当对面拿了龙 猴子过来之后 大招推猴子 往下的方向顶 顶离他的队友 他队友赶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切掉了 一个团战怎么打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你一定要精准对面C位的位置 就像这一波 你们看队友的位置和项羽 准备把他劈到中和队友集火 当劈过去的时候 猴子直接开C 所以你们看 劈完之后 直接绕开项羽 哪怕扛着他的伤害 不管他直奔对面C位位置 当黄中传过去之后 传怪的小猫咪直接切掉 当我顶项羽的时候 黄中传回来 所以我没有去管项羽 很果断的直接掉头 过来打黄中 所以你的目标一定要明确 当对面大桥露了视野之后 直接推他 然后用二技能跳到他的前面去 从前面推进他圈的位置 15分钟之后 当对面扫人之后 你们仔细看 这一波的效果就是 我们切了大桥之后 拿了下路防御他 接下来就是本局游戏 最关键的团战 你们仔细看一技能 把猴子打出复活甲 队友接着上 然后你们看 两个满状态的队友 然后黄中 这一刀的伤害 差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队友没了之后 我赶紧撤退 杆将大招秒了手打的猴子 在两边都在复活的时候 我看了对面红buff的位置 每一个草丛 看自身的被动 没有亮之后 确定没人 再进入这个草丛 看有没有眼 这个时候 你们看风暴龙王的刷新时间 和队友的复活时间 先上路兵线 拿到线权 这样的话 队友过来 我们就可以拿到一点优势 清完这个兵线之后 往中路的方向走 去清中路兵线 还没到 看见黄中漏了视野 所以很果断的直接掉头 他拿了红buff 然后你们看 这边还有个野 同时你们看大桥的位置 在他刚好到的时候出去 利用大招 把黄中往左边推 他队友和他的 那么一点点距离 然后你们看 推离他队友的方向 赶过来一点 我就推开一点 赶过来一点 我再推你一点 利用这个缝隙的时间 把他切掉之后脱离战场 龙王刷新 对面少了射手 我们直接去看龙王 Bud续航补状态 这个时候不需要输出 把破军卖掉 然后换魔女 通过被动 左边的草丛没亮 左边没人 就往右边去看对面的视野 卡住对面的位置 给队友创造打龙的环境 但龙王快要打完的时候 用二技能控制小猫咪 让他连大招的机会都没有 当队友拿了龙王之后 对面就只能撤退 你们看小猫咪走不掉了 收掉小猫咪之后 看这个项羽 心太疯了 回来浪了一下 他想走 直接被一技能劈了回去 项羽是必没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开大招 当项羽没了之后 黄中复活 对面也只有两个人 而且还没有肉 30秒的复活时间 5打2 剩下一个黄中猴子 两个都是脆皮 没有办法守 所以当你们被某一个人 针对的时候 千万要理智 你看我这一局 就没有针对小猫咪 对面